美国又开始缩腰了 不顾世界各国的反对 执意把4.3亿根铜针投向太空 这举动让全人类陷入了危机之中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美国为何做出如此怪异之事 知晓历史事件纵横史记长河 欢迎收看本次讲解 1957年 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斯普特尼克一号成功发射升空 自此人类正式开启了航空新时代 据统计 时至今日 人类已经执行了四千多次太空发射任务了 这也标志着 人类科技在不断地升级 不断地进化 但是一切都在变好的同时 一些麻烦事也就接踵而来了 正是因为人类对太空的不断探索 导致太空中出现了很多太空垃圾 如今这些垃圾 已然成为了卫星和航天器的致命克星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垃圾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而是某个国家干的某件事 才间接性地导致这些太空垃圾的诞生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是谁了吧 没错 就是那个狂妄自大 为了利益 不顾一切的美国 他为了搞一项实验 全然不顾世界各国的意愿 一意孤行地 向太空投放了4.3亿根铜针 他这一操作 属实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管他的目的是否单纯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如今这些铜针 已经在太空轨道上聚为一团 形成了一块铜针云 可以说是 一旦卫星或者航天器碰到它 那就必死无疑 这块铜针云 也是迄今为止 太空中危险系数最大的太空垃圾 有很多国家的卫星或者航天器 都因为这些太空垃圾 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这其中当属美国最惨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美国不顾一切的 向太空中投放这么多铜针呢 是道德的伦丧 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接下来 我就带领大家深入了解 美国向太空投放铜针的荒唐行为 看到这儿的朋友 可以长按点赞并关注 以便观看下期精彩视频 在如今这个信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就算是相隔数万里的人 想互相联系 只要有网络覆盖 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实时通讯 然而这件在我们看来很简单的事 放到60年前 那可是个令人头疼的大难题 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 美国为了实现全球通信 开启了一项疯狂的实验 它被称为西福特计划 这个计划可以说是疑惑百年了 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向太空发射4.3亿根铜针 这些铜针升空后 会变成云状包裹地球 从而实现全球通信的目的 美国这一计划看似很单纯 但实际上 说它疯狂也不为过 上面我们讲到过 因为美国的数一根铜针 造成大量太空垃圾这一说法 是有科学依据的 大家可别小看了这些铜针 虽然它体积小 显得微不足道 但是速度快 才是它最致命的危害 举个例子来说 一个在空中高速行驶的飞机 如果撞到一只 体重仅为0.5千克的小鸟 那么这两者之间会产生 蹲直的冲击波 换句话来说 小鸟会瞬间化作一团血雾 而飞机则会直接解体坠毁 这还是在地球重力下 就更别提在太空中了 去计算 太空中一个10厘米左右的太空垃圾 就能直接摧毁一架航天器 或者一架人造卫星 碰撞之后产生的碎片 久而久之就成了太空垃圾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些太空垃圾的存在 对宇宙来说 只是一个小小的污点 但对地球上的人类来说 却是一个大危机 它们的存在会阻碍人类 对太空的探索 延迟人类的不断进步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也因此吃了不少苦头 在1983年的时候 美国航天飞船挑战者号 正在太空执行任务 一块几毫米的太空垃圾 向它飞快驶来 最终根本来不及躲避 最终导致弦冲破裂 飞行计划被迫终止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还有1991年的时候 美国的发现者航天飞机 同样是在太空执行任务的时候 遇到了太空垃圾 但是这次的 可跟上次的几毫米 有着天壤之别 这次的太空垃圾 是前苏联的火箭残骸 这残骸要是撞上发现者号 那它将瞬间被撞得稀碎 里面的航天员也将被泯灭 不过万幸的是 地球指挥系统 及时发来了危险信号 这才使其逃过一届 这可真是印证了一句老话 自作孽不可活呀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不断探索 会产生大量报废人造科技 按照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 根本无法彻底去除这些太空垃圾 据专家称 人造科技与太空垃圾相撞 导致解体的事件 平均下来 每两年就会发生一次 而且随着太空垃圾量的不断增加 人造卫星和航天器 被撞毁的可能性 也在不断增加 如果说人造卫星和航天器 被摧毁了 那还好说 要是国际空间站受到损害了 那意味着 世界诸多国家的经济 将受到一次巨大创伤 在2009年的时候 美国和俄罗斯的通信卫星相撞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 并产生了大量的太空垃圾 而这些太空垃圾 就极有可能会对国际空间站造成威胁 想必 那些在国际空间站入驻的国家 每天都会祈求所谓的上帝 保佑国际空间站吧 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站 所以 国际空间站的存亡 我们也就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了 值得庆盛的是 虽然每年都会有太空垃圾 坠落地球 但是 因为与大气层的剧烈摩擦 使得它们燃烧殆尽 所以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 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 这仅仅是一部分太空垃圾 如果大量太空垃圾 坠落地球 那到时候 就是全人类的灾难了 而造成这个局面的最直接始作俑者 就是 美国的西福特计划 至于 美国为什么会不顾一切地 执行这一丧心病狂的计划 别着急 听我为大家 威威道来 美军冷战的时候 双方都是互不相让 牙子必报 谁都不想爱对方一头 无论是在政治 经济 还是军事上 都是各种比对 各种较量 而美国 本就是个极端的国家 它为了成为世界上第一强的国家 在冷战期间 实施了众多令人惊叹的实验 就比如 火车导弹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 美国最担心的 就是 如果苏联偷袭他们的发射警 那么他们 将面临灭顶之灾 于是 美军就想出了一个 在当时比较新奇的想法 那就是 建立一支导弹列车部队 这就等于建造了一个 移动的核武库 美列火车上 都有装载核武的车厢 车厢里 有专门的发射台 可以在行驶过程中发射 虽然这个想法比较新奇 但是 由于太广昂贵 最终也就终止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美国这个想法 的确是好的 毕竟 如今的我国和俄罗斯 都是拥有 洲际导弹列车的国家 还有 炸毁月球计划 这个计划 被美军称为 A119计划 很显然 炸毁月球 那是必不可能的 但是 美国高层 居然还通过了 这个计划的申请 那美国高层 为什么会同意呢 有个非常简单的解释 那就是 美国 想通过炸毁月球的方式 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强大 但是 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不得不说 那时的美国 为了成为世界霸主 已经变得丧失理智了 更别说60年前了 这个计划 放到现在 依旧是不可行的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你成功了 月球 被你炸掉了 那地球 没了月球的引力 就会赚得越来越快 到时候 地球 就是下一个火星 看你怎么生存 而另一边 同样作为 超级大国的苏联 看着美国 这一系列动作 也不甘示弱 1957年 苏联成功发射了 人类史上 第一颗人造卫星 自此 人类正式 进入了航天时代 这也标志着 苏联的科技水平 又上升了一个大台阶 对于人类来说 是福音 但是 对于美国来说 就是煎熬和眼红 虽然两国都有核武器 但是 实现超远距离通信 一直以来 都是两国最头疼的问题 如今 苏联 有了人造卫星 就意味着 可以实施不间断地 进行超远距离通信 而美国 只能靠着海底电缆 和电离层反射 来实现超远距离通信 海底电缆 极其容易被破坏 苏联随便丢个炸弹 就能将其破坏 电离层反射 虽然能跨洲际通信 但是信号很不稳定 而且速度很慢 发一句话 都得老半天 如果碰上啥不好的天气 那信号 就会直接终止 对此 美国方面 也是非常绝望 正当美国苦思冥想的时候 麻省理工学院的 沃尔特伊莫洛 提出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计划 向地球轨道 发射大量的 偶极子反射体 以此来使电磁波稳定 使其稳定地 到达各州 完成超远距离通信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 西福特计划 在1961年10月21日的时候 美国实施了 第一次的西福特计划 但是 那些铜针到达太空后 却并没有散开 最终 第一次发射 失败了 于是 美国又在1953年5月9日的时候 进行了第二次发射 这次 成功了 这些铜针 在距离地球 3500公里左右的轨道上 刺散开来 形成一片 偶极子反射体云 自此 美国也实现了超远距离通信 这个计划 也被美军藏了起来 但是 指 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这些外太空的铜针 最终还是被别国的天文学家 给发现了 而美国的西福特计划 也被公之于众 一时间 美国遭到了世界各国的斥责 天文学家们 还号召起来 一起抗议 苏联 作为美国的死对头 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也跳出来指责美国 玷污了太空 不管苏联的反对 是出于报复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但是 值得肯定的是 美国的行为 的确污染了太空 联合国 还史无前例地 将各国召集起来 针对美国的西福特计划 召开了一个会议 会议中明确指出 美国全然不顾 其他各国的意愿 往太空中 投放数亿根铜针 导致太空中 出现了大量的太空垃圾 这是有违道德的 面对强烈的社会舆论 和联合国的指责 美国也不得不放弃 继续实施这个计划 虽然美国停止了 西福特计划 但是 他种下的恶果 却并没有消除 面对社会上 强烈的谴责 美国当时 驻联合国大使 阿德莱史蒂文森 为此计划辩护称 这些铜针 在太阳风的作用下 三年内离开地球轨道 回到大气层 不得不说 美国这厚脸皮的本事 真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时至今日 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 太空中 还存存着大量铜针 这些铜针 虽然细如法斯 但是数量庞大 它就像是 地球轨道上的定时炸弹 在未来数百年 甚至是数千年里 它依然会出现在 地球轨道上 疑惑地球数载 虽然 美国的西福特计划失败了 但是 他们并没有放弃 近年来 美国方面 又批准了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一个太空项目 名叫星链计划 这个计划 将在六年内完成 需向太空中 投放上万颗卫星 组成一个覆盖全球的星链网络 截止到目前 美国已经向太空 投放三百多颗卫星了 覆盖了北美的大部分地区 至于这些卫星的用途 美国对外公布的是 用于检测全球气温 保证全球安全 还能大幅度地提高 全球的互联网服务 这个所谓的星链计划 能造福人类是不假 但是 这是美国提出来的 那就不免让人 有点怀疑了 美国这样一个伪君子 怎么可能变得那么好 这纯属是黄鼠狼给其百年 不安好心 这个星链计划 表面上看着是造福人类的良策 但实则是美国监测 全球动向的工具 从这点上不难看出 美国想独霸太空的野心 一旦让美国得逞了 那就意味着 未来太空的资源 将尽数落入美国口袋 如果让美国垄断了轨道运行权 那就等于 世界各国都将会被美国笼罩起来 所以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国也是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也提出了自己的星链计划 直接向有关部门 申请了一万多枚卫星的发射轨迹 没有别的目的 只是为了防止美国一家独大 所以才以此来与美国争夺轨道运行权力 虽然说 如今推行星链计划 有着不小的困难 但是 我国既然申请到了一万多枚卫星的星链轨道 那就一定会考虑到其他用途 我国的申请期限是八年 按照我国言出必行的风格 八年内 必将一个不差的 将一万多枚卫星送入太空 到那时 美国的星链计划应该还没有完成 那我国将会再次创下新的世界壮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